海中巷弄中有一间低调不显眼就充满质感的法式甜点CM号手作甜点 店里的甜点就像是艺术品一样陈列在玻璃柜中 不时还会推出新品 而这次他们也推出非常吸睛的油画乳酪盘 用不同颜色的奶油乳酪 让客人可以在蛋糕上绘画 聚味 颜值 美味统统集结在一起 这怎么能不热卖呢 加入Foodie吃货频道反手时指向右指 点一下便中文版反手时指向右指 精致的大理石装潢设计 玫瑰金与神稳深色相配 整间店散发出低调奢华的高雅路线 座位区并不多 小巧的格局却到处都能看到小巧思 而且看得出来店家真的非常喜欢大理石 每个地方都能看见大理石的踪影 就连甜点都有大理石的纹路 近期他们新推出一款超吸睛的甜点油画乳酪盘 350美元 用半熟肉乳蛋糕和色彩缤纷的奶油乳酪 拿着油画专用的画笔 可以在蛋糕上随意画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挑的看是要画经典油画色块 还是蓝天白云都没问题 店家使用坚持使用顶级的食材 半熟乳酪蛋糕系思味非常浓郁 搭配新鲜水果一起入口 吃起来更清爽不腻口 另外店家还有推出和油画乳酪盘一起搭配的油画拿铁 180美元 在红茶拿铁上加两块小吐司 吐司是双色奶油乳酪 光是这个颜值就可以给它满分了 CM号首作甜点的招牌就是这只可爱的小熊 这次店家特别帮小熊多了一个画家帽 不要以为小熊只是普通的造型蛋糕 内线是75% 巧克力慕斯 蒸果核桃馅 浮盆子果冻 伯爵慕斯以及巧克力脆片 没想到一个小熊蛋糕 内层可以这么丰盛 除了油画系列的甜点之外 店内还有一系列的宝石蛋糕 听店家说会推出这款宝石蛋糕 是因为老板为了防止小人出现 特别做出类似紫水晶的蛋糕 没想到做出来的成品非常成功 于是特别制作出三种不同的口味 这三款宝石蛋糕 紫宝石是伯爵红茶戚风蛋糕 一切开就能看到伯爵奶线流出来 搭配夏威夷豆口感更丰富 喜欢奶茶的你一定会爱 红宝石是白葡萄戚风蛋糕 以金鲜白葡萄搭配生乳馅 半熟乳酪蛋糕 酸酸甜甜的滋味 谁受得了Q的最后是 黄宝石的法福纳戚风蛋糕 选用高级的法福纳可可卡士达 珍珠巧克力 以及75%可可碎片 每一口都能湿到浓郁巧克力香气